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公安部有关的几条消息 中国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长赵克志 在七月四日针对港版国安法下达了所谓四个权力的指示 其中包括权力配合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各项工作 权力指导支持香港警方止暴治乱 权力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活动等 根据中国公安部的官网 赵克志在四日主持召开公安部中共党委扩大会议时 传达学习领会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主持政治局 第21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精神 并研究落实意见 而他就是在这次会上做出了上述的表示 赵克志说制定实施港版国安法是一国两制实践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是香港回归以来处理香港事务的重大举措 他同时宣称 这样的举动对于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 还有香港基本法 维护国家安全主权发展利益 维护香港长治久安和长期繁荣稳定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而引起外界关注的是 赵克志特别要求公安部要认真学习贯彻港版国安法 同时还下达了四个权力的指示 分别是权力保障法律平稳落地有效实施 权力配合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各项工作 权力指导支持香港警方止暴止乱恢复秩序 权力防范制止和惩罚 极少数人危害国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和活动 赵克志宣称 上述的四个权力就可以保障香港居民的合法权益 坚具维护国家安全和香港长治久安 同时可以确保一国两制事业 但是这样的强硬表态也引起了外界的很多关注 认为这是不是中国公安将继续深入香港事务的有关信号 而说到公安部另外一条有关于人事变动的消息 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近日公安部的官网领导信息显示更新 公安部的党委委员部长助理兼办公厅党委书记主任 一级警监警衔的聂芙如已经不在领导行列 根据官方履历显示 聂芙如是一九六六年九月生人 是江西新干人 在一九八八年加入共产党 一九八七年开始工作 而中共党校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专业是他的学历专业 同时他有研究生学历并获得了法学博士 此前在中纪委有过多年的工作经历 公开信息显示二零一三年底中纪委派驻全覆盖改革启动之后 聂芙如就担任中纪委驻公安部的纪检组副组长 之后又出任了公安部的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 还有公安部办公厅主任新闻发言人等职位 二零一八年担任了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助理 兼办公厅党委书记主任 同时是一级警监警衔 而近日公安部的领导班子已经有多人出现调整 在六月十六日国务院免去了孟庆峰的公安部副部长职务 而同在六月公安部官网信息显示 公安部党委委员反恐专员刘岳进已经不在领导信息之列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关的一条消息 在中国的疫情之下 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现在有所凸显 根据来自媒体报道 中国大陆今年以来已经有至少十六个省份明确调整了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而从排行榜来看 目前上海北京广东的补助标准位居大陆的前三位 以上海市为例 根据上海民政局的消息 从七月一日开始调整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救助标准 从每人每月一千一百六十元 调整为每人每月一千二百四十元 增加了八十元 增幅达到百分之六点九 消息没有说中国受惠的民众人数到底是多少 但是此前中国总理李克强曾经说 中国有六亿人月薪不足千元引起外界一阵关注 根据中国时报今天的报道表示 中国大陆最新的生活保障标准终于出炉 有十六地都出现了上调 而今后月分别位居前三位 消息引述来自大陆媒体的报道 说国家民政局现在说 二零一九年大陆的城乡低保标准又稳步提高 而且直到去年的十一月 全大陆城市的低保月人均标准是六百一十七元 农村的低保则是五千二百四十七元 年增率分别是百分之七点四和百分之十点四 累计支出低保间达到一千四百三十三亿元 其中上海北京广东低保标准比较高 值得注意的是三个地方实践救助标准城乡一体化 年补助超过万元 而整体观察大陆在三十一个省份中 有二十一个低保标准位于五百至七百区间 而新疆的月补助标准仅为四百六十七元位居末尾 再为您关注到的是一条有趣的消息 美国的饶舌音乐歌手肯伊威斯特被称为肯爷 在周末发表推文宣布将参选二0二0年总统大选 消息说电动汽车大王特斯拉的老板马斯克迅速表态支持 而肯爷是否能够再版乌克兰喜剧演员竞选总统一举成功的故事 现在外界却并不看好 根据来自法新社的报道 曾经是川普铁粉的饶舌歌手肯爷宣布竞选总统 他至此都非常支持川普 而他在星期六推文宣布参选二0二0年大选 这一步不仅是挑战了他之前一直支持的现任总统川普的连任机会 同时也笃定要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来一较高下 根据他在社群网站推特所写 透过相信上帝凝聚愿景建设未来 我们如今将体现美国希望我要竞选美国总统 文末同时附上了美国国旗的图案 还有二0二0愿景的主题标签 根据报道目前并不知道肯爷是否要真的参选总统 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向选举委员会提交了官方文件 现在还有许多州的截止时间没有过 所以如果他在选票增设独立参选人 理论上来讲也是有可能的 而肯爷名气同样响亮的就是他的另外一半 电视石锦绣的女星金卡戴山 两个人都支持川普 而这与娱乐圈大多支持民主党可以说是大相径庭 再要为您带来的是跟中国市场相关的 根据来自日经亚洲评论的报道 中国最大的合约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计划融资四百六十二亿元人民币 而这是上海科创办的最大股票发行 如果成功那么以每股二十七点四六元的价格上市 这家由北京方面官方支持的芯片制造商的价值 将达到一千九百六十亿元人民币 这将使其机身市值前五的科技股之列 而中芯国际百分之二十的股份发行 也将激发人们对于科创办的更多兴趣 科创办在一年前开盘时曾经号称要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 作为国内科技行业的股权融资优先场所 计划上市的估值高于中芯国际截止上周五末 在香港的二百四十四亿美元的市值 这将使得中芯国际的市值与中国最大的两家汽车制造商比亚迪 还有上海通用汽车相似 预计上市将在本月进行 中芯国际仅在十九天内就获得了监管部门对上市的批准 这表明中国现在非常热衷于帮助该公司成为国家芯片冠军 因为在与美国地缘政治紧张的情况下 中国正试图在半岛地领域更加自力更生 现在华盛顿对于包括华为中芯还有海康威视等在内的几家关键的中国科技公司 相继发布了更多的限制措施 这引发了北京应该减少对外国供应商依赖的愿望 而这家合约芯片制造商是这样限制的受益者 消息人士告诉日经亚洲评论 华为已经将部分中低端的芯片转移到了中芯国际 并要求其他的芯片供应商将生产转移到中国 这将有助于促进本土芯片制造商的有关业务 中芯国际已把二零二零年的资本支出预计增加一倍多 现在达到四十二亿美元 以提升其技术能力 而同时中芯国际在二零二六年上半年的盈利要好于预期 公司在香港的股价今年大涨超过百分之一百七十八 而在此前的二零一九年中芯国际的收入是三十一亿美元 二零一八年则是三十三点六亿美元 中芯国际计划在科创办重新上市 此前他在六月从纽约的证券交易所退市 因为股票交易量非常的低 而当时的举动是为了避免美国监管部门的进一步审查 美国的参议院在今年五月通过了一项法案 可能会禁止许多中国公司在美国交易所上市 或者是向美国的投资者来筹集资金 除非他们允许美国当局连续三年审计其财务报表 并可以证明他们不受外国政府的控制 中芯国际成立于两千年 客户包括华为高通还有许多中国本土的芯片开发商 是中国方面挑战包括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 还有三星电子在内的市场领导者的最大希望 虽然其技术落后于台积电 但是中芯国际一直在从竞争对手那里聘请资深的行业人士 从二零一七年底 他的首席执行官就是前台积电和三星的高管 现在台积电是所谓的芯片代工市场的第一大玩家 即为苹果还有华为等其他公司来制造芯片 而根据行业研究公司的数据 它的市场份额超过了百分之五十 而中芯国际在四至六月这样一个第二季度的市场占有率 仅仅是百分之五 在招股书中中芯国际也标明了许多商业风险 从与行业领先者的技术差距到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 以及获得外国芯片生产设备和材料的潜在问题 比如华盛顿要求美国的芯片供应商如果使用美国工具 向中芯国际的主要客户华为供货 那么就必须申请许可证的相关举措 而这些可能会对业务产生重大影响 中芯国际表示现在出口管制条例的影响尚不清楚 但是中美贸易摩擦可能会限制我们为某些客户提供服务的能力 并导致订单减少 而我们公司仍然严重依赖外国芯片生产材料和核心的芯片生产设备 根据日经亚洲评论在去年十一月的报道 由于美国的压力 欧洲最大的芯片制造商荷兰的ASML公司向中芯国际运送先进设备 计划已经被搁置 而其他中国芯片相关公司最近也在申请在科创板上市 中国去年建立科创板的基本目标之一 就是改善中国芯片制造商获得资本的机会 而研究公司对日经亚洲评论表示 中芯的案例表明中国政府现在致力说服更多的国内科技创新者要留在国内 而在不久的将来考虑到中美矛盾 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上市肯定只会减速 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而科创板到底能不能打开一片天地 现在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英国电讯报的消息 根据电讯报所得知的信息 英国的电视监督机构预计将在周一宣布 中国的国家电视频道严重违反了英国的广播规则 播放了一名英国公民的逼供视频 中国的国家广播公司在英国是以英文播出的CGTN 而这一家机构很有可能面临制裁 而英国的电视机构在单独的程序中决定 这可能会包括巨额罚款以及剥夺广播执照 这作为二零一九年五月开始启动的对于央视调查的结果的一部分 现在英国的议员更加强烈地要求重新思考中英两国双边关系 这样的裁决很可能会升级英国和中国之间本来就已经紧张的外交局势 此前英国人彼得汉弗莱向英国监管机构提出了投诉 主要集中在在二零一三年中国当局胁迫强迫他进行逼供 汉弗莱先生在去年的一次采访中告诉电讯报 他被喝药并且被靠在铁栏里的一把铁椅子上 他说有六名穿着制服的警察当时坐在讲台上 而首席的审讯员从一个贴板上读出问题 并且指示他应该如何回答 还把他拍下了摄像 一个经过大量剪辑的版本看起来像是新闻采访 并且有一个爆炸性的供词 在国家媒体还有中央电视台的其他频道上 向全世界最后进行了播出 包括在英国本国 而汉弗莱先生此前告诉电讯报 中国人扭曲了事情 这太可怕了 一直以来我都知道我是无辜的 我是被诬陷的 我也知道我无可逃脱 汉弗莱先生在二零一八年十一月所提交的初次申诉中写道 由于供词是在相当于酷刑的条件下所获得的 因此这些广播本身就违反了英国有关于公正性 准确性 公平性 还有不可包含辱骂性内容的一系列规定 汉弗莱先生还有他的美国籍妻子被拘留了近两年 他们坚持认为与贿赂调调查有关的是虚假指控 而周一即将颁布的公告是一连串决定中的第一项 预计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内进行宣布 现在英国的监管部门已经结束了对于央视的调查 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当局将如何应对这样的决定 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政府已经驱逐了包括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在内的十八名美国媒体记者 而此前华盛顿对于央视还有其他的中国国有媒体 在美国的报道已经进行了限制 在五月份的时候英国的监管机构发现央视对于去年席卷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 进行了富有偏见的报道 属于严重违规 该监管机构还表示有意正式制裁这样一个组织 而其他英国部门的调查还在进行当中 包括对于瑞典公民桂敏海的相关调查 他曾经出版过有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情色性读物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前英国驻港领事馆的工作人员郑文杰 也面临被央视刑讯逼供的有关调查 五年前桂敏海在泰国度假时首次被失踪 随后在中国出现 他在国家广播中承认二零零三年醉酒驾车的致命事故 还有走私非法书籍的相关行为 而今年二月他在一次秘密审判中表示 向外国实体提供情报 因此要被判处十年监禁 现在他的女儿在剑桥大学学习 在二零一八年十一月向英国的广播当局提出了申诉 而郑文杰先生去年因为被迫承认召计而提出申诉 这后来被他解释是什么让他在二零一九年八月失踪了长达十五天 他说他在这期间被中国的秘密警察折磨殴打和审问 而郑文杰先生后来在英国获得了政治庇护 央视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在英国聘请了前监管部门的前非执行董事会成员 因为他准备在伦敦西部开设一个广播中心 根据报道这位总裁先生在不到一年后就离开了 原因是担心这一家中国官方媒体的公正性 但是现在中国的央视海外部在伦敦已经建立了 既华盛顿还有内罗比之后的第三个全球主要广播中心 希望聘请记者从中国的角度来报道新闻 英国的通讯管理局过去也曾经吊销过广播许可证 二零一二年同样被指控播放行讯逼供视频的伊朗国家广播公司也失去了牌照 因为监管机构发现即从德黑兰进行的编辑做法 违反了英国的广播规则 而非政府的人权组织曾经写公开信 要求取消央视的执照 并且列举了该组织受到中共执政者直接控制的有关证据 而说到跟英国有关的消息 再来看到的是星期日泰晤时报今天头版的一篇文章 文章指出有调查发现中国可能早在二零一三年就发现了新冠病毒 而中国科学家当时在一座废弃的矿场上发现了与新冠病毒相吻合的一种新型病毒 报道指出中国科学家当时在一座废弃的矿场上发现了与新冠病毒相吻合的一种新型病毒 当时有六名矿工就出现了与新冠病毒相似的病症 其中四个人经病毒检验后呈阳性反应 三个人死亡 后来有关病毒样本储藏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 而研究所上周拒绝评论是否曾经隐瞒有关于矿工感染病毒的资料 而武汉也是去年最早发生新冠疫情的中国城市 报道还透露中国政府现在已经同意让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到中国去追查新冠病毒的源头 目前为止还没有其他媒体对于泰晤士报的报道进行证实或者是进一步的追踪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俄罗斯有关的一条消息 俄罗斯的外交部次长雷亚布可夫今天表示 关于将在今年稍晚举行的扩大版七国集团峰会 俄罗斯方面现在采取比较暧昧的态度 还没有与华盛顿讨论俄罗斯可能角色 但是俄罗斯方面坚持中国也要列为这次会议的成员 根据来自中央社的报道消息 川普总统推动扩大版的七国集团峰会 而俄罗斯外交部则表示中国是不可或缺的 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苏利文在周五告诉相关电视台 华盛顿方面已经与俄罗斯外交部还有其他七国集团政府进行接洽 讨论俄罗斯是否在这次峰会中扮演适当角色 而美国总统川普此前多次提出恢复俄罗斯成员国身份的可能性 所谓的七国集团包括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 一九九七年加入俄罗斯之后成为了八国集团 但是俄罗斯在二零一四年从乌克兰手中兼并克里米亚地区之后 遭到了汇集的冻结 而川普总统在上个月表示 邀请俄国总统普京重返七国集团会议这是常识 不过加拿大法国还有其他成员国都表示反对 根据雷亚布克夫指出 扩大版的七国集团峰会中少了中国 使得这个会议没有办法讨论国际议题 雷亚布克夫还表示 这个所谓的扩大版的七国集团构想有所缺陷 因为不清楚这项倡议的发起人计划如何处理中国问题 他说没有中国根本不可能讨论当今世界上的任何问题 报道表示 川普总统在五月份宣布将推迟七国集团峰会到九月之后 并将邀请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以及印度与会 而澳洲现在已经同意应美国邀请进行出席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华尔街日报的独家报道 文章针对中国现在的学术信誉问题提出了更多的新的证据 文章介绍说国际同行评审期刊发表了一百多篇来自中国作者的科研论文 但是发现这些论文似乎重复使用了相同的图片 这引起了人们对于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 各机构快速展开研究时 对于科学素质以及科学标准是否有所降低的相关质疑 一百二十一篇论文来自于中国大概五十个城市的医院 还有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 所有这些论文都至少共享了一幅完全一模一样的图像 根据总部设在加州的微生物学家 还有图像分析专家伊丽莎白别克的话说 这表示许多可能是由同一间公司或者是论文造纸厂来进行批量生产的 虽然这些报告是由不同的作者在四年内陆续发表的 但是许多的论文都包括了相同的细胞均落照片 有的时候被旋转或者是剪切已显得不一样 尽管这些报告集中在不同的研究主题上 但是这些短语在报告中似乎都有逐字重复或者是抄袭的迹象 不过这些明显的欺诈性研究还是通过了六家国际期刊的科学同行评审程序 仅仅是欧洲医学和药理学评论 就发表了一百二十一篇论文中的一百一十三篇 根据谷歌学术的数据 其中有一篇有问题的论文随后被其他研究人员还引用了五十多次 而自二零一七年以来 另外三篇论文的引用次数则超过了二十次 这说明问题论文可能对其他研究也产生了影响 而这样的批量生产的论文工厂正在污染整个科学工作的体系 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前研究员比克博士这样表示 他在去年辞去了一家医疗初创企业的工作 全职调查研究科学不端行为 他表示现在发现的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在向欧洲医学和药理学科学评论征求意见时 他们表示将与相关作者进行联系 要求他们证实数据的原创性 有三家期刊分别发表了一篇被别克博士认为是有问题的论文 他们也都在表示现在正在调查情况 比如癌症杂志 三家期刊之一的是生物科学报告 他的出版商表示 现在这些科学论文的造纸工厂已经变得如此的熟练 实在是让人震惊 而生物医学与药物治疗的出版商则表示 现在他们正在向新的系统中投入更多的资源 以加强对于学术欺诈的检测 而肿瘤学通讯则没有回应相关的评论 有一些论文的作者是抄袭的受害者 他们的作品被这些所谓的论文造纸厂所抄袭 在华尔街日报联系的一百二十一名研究人员中 至少有十五名研究人员回应表示 他们希望提供更多信息以检查他们的论文 并且澄清他们的信誉 有一些人表示他们会出示原始数据 尽管现在抄袭和欺诈性研究早已成为全球科学界公认的祸害 但是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病期间 由于科学家们急于分享可能拯救生命的有关发现 出版事实核查过程的漏洞也变得非常的艰难 在六月份英国著名的科学杂志柳叶刀 在数十名科学家质疑一篇论文的数据真实性后 撤回了一项研究 然而在研究被撤回之前 其声称抗瘁剂药物没有为患者提供任何好处 反而增加了他们的心脏问题和死亡风险的说法 已经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关注 甚至促使世界卫生组织暂时暂停有关于一项实验 而现在这种病毒已经在全球造成超过五十万人死亡 这促使科学家们现在在越来越多的预印本服务器上发表文章 而不是通过更加细致但是耗费时间的同行评审过程 虽然这样的改进加速了数据分享 但是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不准确的结果过早发布的有关担忧 位于旧金山附近的比克博士表示 科学要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现在这有一点像一堵砖墙是互相建立在一起才能够互相扶植的 如果其中有一块砖头坏掉了 那么整堵墙就可能会倒塌 在今年二月包括别克博士在内的一组研究人员 描述了四百多篇与中国作者有关的有相似图像疑似抄袭的论文 其实在中国医生和研究人员经常面临压力 要求他们大量完成同行评审论文 以促进他们的职业生涯或者是获得奖金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调查 去年在中国西南省份云南的一所医科大学 为了在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论文 提供了高达四点二万美元的奖励 有的时候在中国研究评价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促进科学的发展 而是为了把人分成等级 他的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大学为了被系统收录论文 提供大概三十万美元到十六点五万美元的奖励 而这样的一个系统是基于订阅的同行评审期刊索引 这个索引已经成为中国终身制教授评估的重要标准 而专家表示这些激励制度现在已经非常成熟 可以被论文造假公司或者是集中生产的工厂所利用 特别是那些被期望发表论文的人通常不参加研究的时候 比如当他们是临床医生的时候 在阿里巴巴集团控股的电子商务平台淘宝网上 可以找到研究报告外包的服务 包括选择研究课题发表成品等等 这是一条龙的一系列服务 而根据中国国家媒体的报道 这类服务的价格大概在四千二百美元到两万八千美元之间 根据两名曾经与别克博士合作调查的匿名研究人员 在上个月发表的报告中表示向中国研究人员销售的这些论文造假 不止于生命科学 报道表示期刊发表的数学论文也有与虚构的非中国合作者 但是这些论文后来被撤回 因此没有影响更多的人 中国就是要么发表要么就灭亡 这样一个学术界恶相的极端版本 虽然中国在这一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 但其实也并不是唯一的国家 在二零一七年的一份报告中发现 全世界各地都有现金奖励制度 包括美国沙特还有马来西亚等 在中国那些不知道如何进行研究的人 无论如何都会受到很大的刺激和鼓励 这是一种灾难性的恶性循环 研究人员如此表示 在二月份的时候中国政府也发布了自己的指导方针 警告中国大学不要过度使用与出版相关的指标 比如科学研究中的引用率 来评估研究人员的研究成就 但是解决已经在科学界流传的问题论文将被证明是更加困难的 一般来说撤回有问题的文章过程 要比最初的审查要耗费更久的时间 有的时候需要很多年的时间 如果期刊决定采取行动的话 现在全世界每年的撤稿总数已经从二十年前的大概四十篇增加到了现在的每年一千五百篇左右 但是撤稿的数量可能远低于需要撤稿的数量 现在整体的退稿率有所放缓 而发表论文的数量却大幅度的上升 但是这个系统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发表论文 而不是为了清理不应该发表的论文 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所在 没有人会因为他们是一个非常苛刻的同行评审员 而在大学里得到提升 对一个教授一个研究人员的评审标准 就是对于文献的贡献 所以很多教授都采取了程序化生产的过程 研究人员这样表示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人是港版国安法的有关情况 现在香港政府刚刚确认 如果新的国家安全法的中文版本与英文的翻译有差异 那么要以中文版本为准 而这明显偏离了香港官方的语言政策 也就是中英两种语言并重 这样的举动受到了法律界的严厉批评 律师们指出了中英版本的国安法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 并且补充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糟糕的立法草案 有一位退休的法官承认 他很难理解英文版本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之后 政府于上周二晚上十一点将法律的中文版本刊登 并且与世公开 而在几个小时之后 新华社发布了一个翻译版本 但是将它描述为参考版本 而且在香港市官方不具备官方地位 官方的英文版本在法律生效后三天的周五 才在政府网站上予以公布 这样的一个法案按照官方的说法 旨在制止和惩罚分裂颠覆恐怖主义 并且与外国势力勾结四种行为 而违法者最高将面临终身监禁 根据法定语文条例 在中文和英文具有同等地位的香港 这样的做法是非常罕见的 在香港中文和英文在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交流中 一直是享有平等使用权的 而律政司在周日回复南华早报邮件查询时 证实中文是新法案的法定语言 因为新的法案是由人大常委会所制定的法律条文 政府的各局各部门在执法过程中 如果有需要可以向律政司来寻求法律意见 反而如是说 但是很多职业律师却表明 政府是不是有依据确定与中文版本为准 这是要画上问号的 律师表示这样的做法是不可接受的 政府需要告诉我们是哪条法律支持其关于中文 为这一项新法律官方语言的说法 你不能只是自己决定 政府应该有法律条文来支持这样的声明 他指出法律没有提到中文版本要占主导地位 那既然法律没有这样的规定 就认为政府的声明没有任何法律效力 职业专家这样表示 而律师也指出了中文和英文两个版本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比如英文版本关于监督涉及国家安全事项第九条和第十条都增加了大学一词 而中文版本只提到了学校 大学是不是应该接受政府的监督 这是非常大的争议 他这样表示 而在第二十九条关于勾结外国势力的规定中 企业的共同责任被翻译成 本条第一款所称的机构组织和个人应以同一罪名定罪处罚 专家表示这是错误的翻译 因为共同企业下的犯罪人根据其角色和参与程度的不同 应该以不同的罪名定罪处罚 但是英文版本却把这个罪名简化为一个因同一罪名而被定罪和处罚 这并不是香港法律的规范协法 法律的表述普遍有问题 对于关键的罪行缺乏明确定义 而法律写得非常糟糕 说明起草者采取了轻率的态度 法律专家这样表示 我从没见过写得如此糟糕的法律 许多术语比如国家安全都没有真正定义 他预测如果中文是法律的官方版本 那么问题可能会出现 比如外国的法官或者是外国的律师 应该怎么样理解这部法律 这是当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基本法委员会的委员梁美芬 却为政府的决定进行辩护 他表示这是一部国家法律 而实际上并没有正式的英文版本 所以如果有出入的话 我们就应该参考中文版本 有的时候在大陆案件判决之后 法院的判决书会有权威的英文翻译 所以外国人也可以看到法律判决书 但是对于法官而言 他们只会根据法律的中文版本来进行判决 而大律师工会的主席则指出 英文一本的宪报公告上写着 公布版本仅供参考 因此他说新的刊登的英文版本并不是声称的官方版本 现在大家普遍呼吁政府要制定官方的明确的英文版本 因为不懂中文的外国法官和律师将难以理解这部法律到底在说什么 专家表示许多居民和外国投资者都不懂中文 这些差异只会加强对一个真实合理的英文版本的需求 而前中审法院的法官亨利利顿告诉南华早报 他对于法律的英文翻译理解是有很大差异的 他说我对于新华社版本的语言确实存在着疑虑 目前我只能在朋友的帮助下努力阅读中文版本 因为英文版本实在是翻译得太糟糕了 而其实不仅是中英版本之间的差异 就连对于中文版自身的解读 各方也是说出了矛盾的意见 全国人大立法会的著名顾问陈宏毅教授表示 根据广泛的国家安全法 香港人不能仅仅因为挑起对于当局的仇恨就被起诉 基本法委员会成员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宏毅的观点 与北京高级官员张晓明在周三的言论明显出现了矛盾 国务院港澳办的副主任张晓明当时表示 根据新的法案散布谣言 比如谎称警方在去年太子港站的一次行动中打死了几个人 将被视为是非法的行为 如果挑起香港居民对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仇恨 那么就会被逮捕 但是陈宏毅却明确指出 国家安全法规定与外部势力勾结 以非法手段挑起仇恨的人才可以被逮捕 而其实在香港中传播假新闻 这是常见的现象 这并不应该被算违法了国家安全法 他说张晓明先生提到 如果有人声称太子站死了人 所以挑起了仇恨 这会构成犯罪 但是我的理解是在香港传播假信息或者是假新闻 这不能算是违法的 他还表示即使有人能够证明 在香港传播信息是违法的 也必须要证明这样的行为是与外部势力勾结进行的 陈宏毅还表示 根据新法 只要不涉及使用武力或者是非法手段 比如香港人写文章要求改变香港的政治制度 那么这不能算是颠覆国家政权 但是如果有人组织或者是参与支持独立的行为 比如香港就脱离中国进行事实上的公投 那么这样的行为虽然不涉及武力威胁或者是使用武力 也有可能被认定为犯有分裂国家罪的条款 而郑无私的司长张建宗在周日在官方博客上写道 市民的基本权力不会受到新法的影响 包括新闻自由集会权 还有批评政府和官员的自由 他说对于那些执法者和记者来说 他们在行使这些权力时 只要不触犯法律危害国家安全就不必担心 同时张建宗强调 受到国际公约保护的人民权利和自由 将继续被国家安全法所覆盖 他表示我需要强调这部分法律不会影响市民正确行使言论自由 包括对施政官员的批评 他表示下周将会会见每一个驻港领事馆 还有外国商会以确保他们对新的法律有正确的理解 张建宗还表示公务员应该全力支持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而香港在上周三迎来了回归中国统治二十三周年的纪念日 当时这一项全面的国家安全法 让成千上万的反对者走上街头进行公开抵抗 而警方当天就逮捕了三百七十人 其中至少有十人涉嫌违反了新的国家安全法 而陈宏毅表示逮捕并不意味着这样的人会被起诉或者定罪 他表示法律并没有规定持有支持独立的材料是违法的 同时他特别强调警方的逮捕并不能反映这部法律的最终解释 因为警方没有解释法律的权利 做出解释的应该是法院 而司法部门在做出起诉时也会发挥作用 此前政府在周四的一份声明中却表示 去年在出现社会活动动荡期间产生的口号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具有支持香港独立的意涵 而在周日播出的电视采访中 律政司的司长郑若化被问及政府是否要影响法官 让那些诊事或者高呼口号的人要被捕或者被定罪 他说这怎么可能政府有自己的立场 法庭也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郑若化表示法官不会根据具体的口号做出裁决 而是会根据整个案件以及被告的行为和犯罪意图 或者说是不法行为时产生的意图来做出判断 文章表示本周末攻击战斗群还有电子喷气式飞机 日夜不停地从中国南海的两艘美国航空母舰上起飞 模拟对敌方基地的持续攻击 华盛顿在这个潜在的冲突热点地区展示了最大的海军力 整个周末美国海军的罗纳德里根号还有尼米兹号 完成了数百架喷气式飞机侦察机还有直升机的升空发射 这是近年来在这个有争议的南海地区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也是北京扩大起地区控制范围的行动前沿 而中国在南海的帕拉萨尔群岛周围也举行了自己的大规模演习 一直到周日 中国在那里建造了导弹基地雷达设施还有机场 越南和台湾也声称拥有帕拉萨尔群岛部分地区 海军频繁地行驶过南海挑战北京的领土要求 但是现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因为贸易间谍指控 还有军事平衡的变化而引发不断的摩擦冲突 这是美国最新一次展示武力的罕见行动 美方表示由于我们现在的全球备战状态很高 我们有机会用另外一艘航母来进行整个行动线的延长 罗纳德里根号带领的打击群指挥官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 他说对我来讲作为一支航母打击部队 在这个战区用这么长的时间来进行合作是非常不寻常的 他表示演习将向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展示明确的信号 也就是我们致力于维护地区安全和稳定 两艘航母由六月二十八日开始在菲律宾海进行联合演习 然后在周六进入南海 负责人表示当一艘航母经过另外一艘航母部署的区域时 联合航母行动通常会进行一两天 随着现在中国慢慢从冠状病毒大流行中走出去 美国一直在寻求投射军事力量 向其周边国家地区进行施压 北京在台湾附近增加了战斗机的飞行 与印度发生了边境冲突 并且悍然通过了一项国家安全法 限制香港的自治权 而美国官员表示 中国可能利用美国与疫情斗争的机会 加强在全球主要贸易路线南中国海的活动 中国声称对几乎所有的南海岛屿资源拥有主权 但是国际法庭在二零六年裁定 他的主张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但是北京方面拒绝了这样的裁定 并继续在南海的岛屿上建造了军事的设施 而根据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美国的飞机在执行任务时 正在海峡内外寻找解放军海军潜艇活动的迹象 这些飞机是在美军打击群进入巴士海峡 在菲律宾海进行演习之前 进入该地区的 而根据报道 除了尼米兹号还有罗纳德里根号之外 第三艘航母罗斯福号也在该地区 六月二十八日在活动开始的当天 中国日报在网上发布了中国歼十五战斗机 在山东号上起航训练的照片 根据报道这些照片是来自山东号的海洋测试 但是不清楚是否是在五月份在黄海北部所进行的测试 有迹象表明人民解放军最近在该地区有了更多的活动 除了上个月的解放军战机飞行外 日本的防卫省还报告表示 解放军的潜艇在日本附近的水下向南中国海进行航行 可能是通过巴士海峡 日本自卫方面的消息人士表示 这可能是来测试日本和美国的反潜战能力 而这次行动发生的巴士海峡是菲律宾的亚美岛 还有台湾的兰花岛之间的水道 现在已经是中美军事行动的重要通道 因此最近的一系列行动也被军事专家命名为巴士海峡行动计划 这样的行动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现在外界也在焦急的观察当中 再要您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的一条最新消息 在周六纳瓦罗接受了福克斯的采访 他说了一段让人觉得十分惊异的话 就是国安法把香港人放在了一个大的防火墙集中营之内 他表示七月四日美国人即使是在庆祝我们自己的独立之计 同时也正在哀悼香港自治的丧生 香港居民被置于一个大的防火墙集中营中 这是你能够想象的最糟糕式的奥威尔的噩梦 纳瓦罗表示 我认为美国人可能想要思索香港人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残暴之手中正在经历着什么 他还强调不要以为这只发生在香港 中国共产党对于美国也正在这样做 现在中国共产党正在用病毒来撕裂我们 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 而他特别强调川普总统是唯一这么做的总统 此前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在七月一日强烈谴责中国强推国安法的做法 他当时表示自由的香港是世界上最稳定繁荣并且充满活力的城市之一 但是现在它将成为另外一个共产党管辖的城市 而那里的人们将受制于共产党权威的肆意妄为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瑞幸的临时股东会 在七月五日瑞幸咖啡召开了临时股东大会 对于几位独立董事的身份以及陆正耀的董事职务进行罢免表决 此外临时的股东大会还任命曾颖还有杨洁两位来担任公司的独立董事 根据报道多项提案均被通过 这次的临时股东大会是陆正耀争夺瑞幸控制权的最后一波 消息显示在股东会后的一天 陆正耀以及钱志亚家族信托所控制的公司股东 在七月六日将面临BVI法院的两笔判决 涉及瑞士信贷对两家公司的债务追偿 大概率下陆正耀所持有的瑞幸股份以及投票权将全部归零 此前的七月二日瑞幸咖啡就曾针对陆正耀的罢免事宜进行表决 结果却显示免除陆正耀职位的建议没有获得多数票通过 陆正耀仍然担任瑞幸咖啡的董事和董事长 作为影响公司决策还有未来走向的两场表决会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发起人不同 董事会是由外部资本方发起的 而股东会是由大股东陆正耀发起的 因此两场会议分别在七月二日和七月五日一前一后召开 这意味着瑞幸的内部正在经历着权力的决斗 但是无论如何瑞幸从纳斯达克摘盘已成定局 而现在有关于陆正耀被罢免的消息不断传出 但是瑞幸官方还没有给出最终的确认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 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七月五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为您关注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说中国的监管机构现在正在敦促陷入困境的公司债券发行人 在与债券持有人的谈判中寻求自愿的债务重组 以此作为避免债务违约的一种方式 而监管机构在上周发布了新的规则 试图在违约率上升的情况下加强对投资者的保护 在为企业债券发行人建立一个更加统一透明的违约处理方式时 中国人民银行现在呼吁要进行更多的债务重组 这种做法在发达国家的市场早已存在 但是在与中国还比较新鲜 与中国证监会还有国家发改委联合发布的通知 还包括债券受托人 在代表债券持有人追索债券时应该发挥的作用 这样的一份声明是在去年十二月启动初步征求意见后正式发布的 会议评级驻上海的中国企业研究总监则表示 鼓励利用市场机制来进行债务重组 可能会给企业更多的时间来避免直接违约 会议评级的数据显示 下半年在岸企业债务违约率将出现上升的情况 而民企发行的在岸债券即将到期的本金总额 将膨胀至三千六百一十二亿元人民币 比上半年的一千六百四十一亿元人民币增长了一倍多 在这样的背景下通知正式出台 鉴于现在的疫情让中国的经济陷入了瘫痪 民营企业的还款能力在第一季度出现了明显减弱 会议方面估计中国的企业违约率将从今年前五个月的百分之零点三左右出现飙升 中国企业债券市场在今年已经出现了未能还款的迹象 比如债务累累的海航集团旗下的旗舰公司海南航空 在四月份到期的七点五亿元的债券二百七十件票据就出现了违约 发行人和债券的持有人可以通过自愿协商 通过债券的置换或者是期限延长等方式来进行债务重组 监管部门这样表示 这些重组将是实现公司债券发行人 基于自由市场原则进行的更有效的违约管理的途径之一 最新的通知代表着监管机构试图减少债券持有人 从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七十点二三万亿元人民币的企业发行人那里 拿回资金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 尽管从二零一九年开始 多家指数提供商已将中国在岸政府债券纳入集全球指数的一部分 但是由于债券违约后复苏的不确定性 如今很少有外国投资者会冒险购买高评级政府的政策性债券 而中国首例的在岸的债券违约事件仅发生在二零一四年 自中国首例在岸债券违约以来 有高达百分之二十八的违约发行人 既没有进入破产程序 也没有偿还债券持有人 而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 有大量的违约金都没有得到收回 分析人士表示通过债券置换还有期限延长来进行债务重组 可以缩短发行人管理债券违约所需要的时间 因为地方法院往往面临来自地方政府的压力 而地方政府往往以维护就业和社会稳定为由 热衷于避免陷入困境的公司再度陷入破产 这种干预增加了投资者能否收回资金的不确定性 但反过来说即使公司成功地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 也不能够保证债务重组 能够让债券的持有人有所成全 此外由于发行人可以避免直接违约 这些重组往往会扭曲中国企业违约率的真实程度 现在信用评级机构更倾向于将此类债券重组 标示为技术性违约 此前一家污税处理公司 在三月份就成为了有史以来第一个在完成债案债券置换的发行公司 由于公司没有能够及时偿还投资者五亿元的票据 票据是以六点五个百分点的票息来支付的 他就向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选择 将其投资换成支付百分之七的新的债券 而中国媒体财新在六月曾报道表示 公司仍然未能偿还投资者当月到期的新票据的本金 不过会议表示债券的互换还是可以改善不良债券的二级市场的流动性 因此也不是一无是处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中美贸易协议有关的最新消息 一起来看到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文章表示现在由于病毒大流行带来的严重经济后果 让大家怀疑中国是否能够实现今年贸易协议中购买美国商品的目标 而能源行业则是最大的受害者 现在中国在实现农业和制造业的购买目标方面取得了进步 但是在购买石油天然气等能源上 中国仍然远远落后于之前美国所设立的目标 而现在美国的能源行业正在鼓励美国的贸易代表加大对中国的压力 以实现此前的目标 协议中的目标意味着中国将在二0二0年购买二百五十亿美元的美国能源 而在二0二一年则需要购买更多 周四公布的美国五月份的最新出口数据显示 今年以来中国仅购买了其中的二十亿美元 而在冠状病毒大流行的情况下 能源需求和能源价格的崩溃 解释了中国如此落后的部分原因 但尽管如此中国在美国的能源采购与它在收购农产品和制成品的目标上所取得的进展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很奇特也很让人担忧 代表石油和天然气勘探和生产公司的代表表示 能源行业受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重创 现在这个贸易协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重要 截至五月中国购买了五十四亿美元的农产品 今年的购买目标是三百三十亿美元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的计算 这让中国落后了 但是如果加紧努力仍然可以实现目标 农产品的购买量现在达到了第一阶段目标所需的百分之三十九 但是农产品采购在秋季大豆等主要农作物收获时时 季节性会非常强 如果协议保持不变 中国还是有时间赶上的 而现在中国购买了一百九十五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品 其中今年的目标是八百四十亿美元 而根据测算 这使得制产品达到了目标所需速度的百分之五十六 但是能源却远远落后 只达到了之前目标的百分之十八 要想在未来的七个月内赶上 就需要立即大规模的进行采购 要实现这样的目标 中国需要立即开始每月购买超过三十亿美元的能源 这比过去五个月的购买量加起来还要多 专家表示过去十年国内能源生产的激增 使得美国能源行业在几十年的对外依赖之后 转身变为出口国 而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四亿人口 还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庞大经济团体 是美国原油还有液化天然气等出口产品的唯一最大潜在市场 专家表示我们认为中国和美国注定会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长期液化天然气的关系 但是我们需要不断推动事情回到正轨 能源出口的目标一直都很雄心勃勃 尤其是对于液化天然气 这种对于美国而言相对比较新的出口产品 而现在的疫情这些目标变得更加困难了 购买承诺是以美元价值为单位的 而不是以数量为单位的 所以既是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批量购买 但如果价格接近于零 他们也达不到美元的价值目标 然而这种结势并没有阻止国会和行业团体 敦促美国的贸易代表 加大对中国的压力 以增加能源的购买量 在六月来自西德克萨斯油田地区的共和党议员 还有来自路易斯安那州众议院的共和党议员 一起联名致信川普总统的最高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敦促他采取更多措施 让中国来购买美国的原油 他们表示根据二零二零年前几个月的报告显示 中国只购买了极少量的美国原油 同时却增加了从沙特阿拉伯还有俄罗斯的进口 因此他们敦促贸易代表继续向中国施压 并要求中国对其所有承诺都负责 他们表示贸易代表应该敦促中国来购买美国的原油 而不是从以扭曲全球石油市场著称的国家来购买原油 对于美国而言 在不危及中国购买农产品或者是制成品进展的情况下 推出协议或者是制裁中国并不是容易实现的步骤 在近两年的贸易战中 当华盛顿增加对中国的关税时 北京方面的回应就是撤销对于美国农产品的采购 而这种行为打击了美国的农业代 现在莱特希泽先生为购买协议仍然进行辩护 他表示贸易数据只反映了最终确定的出口 并不反映已经达成但是尚未履行的购买协议 而对于美国而言 另外一个更加复杂的问题是 虽然中国在第一阶段的协议的购买目标上落后 但是中国也是全球为数不多的美国出口经济实力储备地所在 现在疫情还有防止病毒扩散而采取的封锁措施 使得全球的贸易陷入了瘫痪 但是作为疫情后最先开放经济的国家 中国也是美国强大的贸易伙伴 在四月和五月 中国重新夺回了美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 而在过去两年的大部分时间里 在打贸易战的时候 中国一度跌至第三位赐予加拿大和墨西哥 现在随着中国能源需求的增长 预计中国的需求将会有所反弹 而专家表示美国方面向中国市场销售能力也将逐渐恢复 但是能否达成之前雄心勃勃的数字目标 目前还是一个问题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中国政治方面的一项 一条消息 我们知道公安部近期又出现了人事调整 根据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 中国公安部在短短的三个月内就有四名的高层去职 而根据官方网站显示 公安部党委委员部长的助理聂芙如的简历 现在已经被撤下 星岛日报原意消息来源表示 聂芙如调任国家安全部政治部主任 也有传是司法部的政治部主任 将晋升为副部级 此前的四月中国公安部的副部长孙力军突然落马 在六月中旬之后副部长孟庆锋 还有反恐专员刘岳进也先后卸任 再加上这一次聂芙如去职 公安部的领导层一下就减掉了一半 文章分析认为公安部一向被视为刀把子 掌控着全国百万的公安民警 而近日中国的公安部领导层连续调整 公安部部长助理办公厅主任聂芙如卸任 五十四岁的他是江西人 早年曾经是中纪委原副书记的秘书 长期在纪检系统进行工作 也历任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的副主任等多项职务 从二零一八年九月开始 他担任公安部的党委委员 部长助理在肩上办公厅的主任 虽然仍然是政局级 但是已经是中管干部并且是部级领导 而聂芙如的动向有两个版本 有一个版本说他会调任国家安全政治部的主任 来接替担任国家信访局局长的李文章 另外一个说法是 他会担任司法部的党委委员和政治部主任 来接替此前坠楼身亡的冯丽君 虽然他晋升为副部级 但是一般认为不如在公安部顺身为副部长比较好 在今年四月孙力军落马之后 在六月中旬之后 孟庆丰还有刘岳进也出现了卸任 现在领导层就突然出现了四个空缺 孟庆丰已经六十三岁 一般认为是正常退休 刘岳进是六十一岁 但是公安部的副部级可以延至六十三岁 据悉刘岳进在贾春旺担任公安部长期间 曾经担任公安部的办公厅主任 周永康担任公安部部长 他被贬到了河北担任武警学院的副院长 而周永康下台之后 他又获得了孟建柱的重用 公安部的部长现在是由国务委员赵克志来兼任 目前其他的领导层剩下了六个人 其中包括常务副部长王小洪中纪委驻公安部纪检组长孙新阳等多人 都被认为是习近平的签信 最后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跟欧洲相关的一条消息 现在德国有多位政要 就受到争议的港版国安法对于中国的行为进行了批评 而德国的内政部长泽霍费尔是最新的一位 他警告人们要当心来自中国的多元化的威胁 在接受德国周日世界报采访时 他表示德国必须要面对来自中国的混合威胁 这其中包括中国对德国的间谍活动 他说我知道中国人对我们的关键性的基础设施很感兴趣 但是这和我们在冷战时期经历的会有所差别 泽霍费尔还表示在新冠危机中 中国很明显是一个系统竞争者 他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一开始北京对外公布了很少的信息 而现在又在竭尽全力让外界表扬他的应对方式 与此同时中国以帮助者的姿态向全世界提供口罩 他还表示所谓来自中国的混合多元威胁指的是 一个国家除了采取军事手段之外 还利用经济层面的压力以及舆论宣传 黑客行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他表示现在虽然对于中方提出了多种批评 但是仍然主张保持对话 在被问到德国是否准备为香港反对派人士提供庇护时 他表示政治庇护是一项个体性的权利 不会因为一个个体来自于某一个国家 就会自动获得难民的身份 他强调更重要的是对于情况进行审核 是否有人因为持有的政治观点 还有宗教态度 而需要为自己的健康或者是生命来做出担忧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